廣畢林委員,廣畢林委員不在 你怎麼跑那麼快? 抱歉,抱歉 剛剛被警察官問怕了 他擔心被判刑嗎? 以後民進黨執政,陳歐柏委員要當外交部部長 因為他嘴巴講的跟心裡想的不一樣 我們請林部長 來 我這個議題很多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最簡單的 近三年來我國跟各國青年交流計畫參與之往來人數 你們今天的報告說成效很好 來本席給你看成效 這個數字呈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2011年2012、2013 全年份所有有關青年計畫交流往來的計畫 各類各類的計畫 總人數 總人數 2011年的時候美國英國一個都沒有 這個都是這三個國家是我們雙方有簽打工交流 打工交流的協定 結果人數這麼失衡 然後本席呢 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 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呢 政治處的處長 傅曉雷女士 當面呢 我們談論的結果 外交部有責任 為什麼 因為世界各國對台灣的了解非常的少 這個處長呢 這個處長呢 告訴我說 英國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們想要學中文 可是絕大多數的英國人 不知道台灣是一個講中文的地方 這是英國辦事處 政治處的處長 當面跟我說的 你們外交部在國外做台灣的外交 民間的外交做得很失敗 你看 這個 你們帶回去好好的反省 不要給我們一個報告說成效很好 我希望來解釋一下 這個青年度假打工的安排 我們希望是雙向的 我們是希望是雙向的 我們當然是要雙向 我們希望是加強國際文化的交流 絕對是要增加國外來的 實際上來講 就是要有一個工作的實質的環境 就度假打工來講 這個不只是度假打工 這個還包含什麼 包含還撞油交流計劃 還包含事物拓展 就是各種的事物的交流 還包括高中智慧鐵人創意競賽 包括所有的都在內 是這種數字 我不曉得您那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外交部給的 我們要在 我是覺得我們那個度假打工 協定的那個安排的數字 應該是有增加的 對不起 你們的公文非常清楚 近三年來青年度假打工 或青年交流計劃之交流情形 包括學海系列活動 包括青年度假打工 還包括國際自工服務 還包括國際會議 全部全部加起來的統計數字 帶回去檢討 好不好 我只是要你帶回去檢討 另外呢 其實我們駐外單位 在這一次330遊行前 我的手機裡面 就有來自於舊金山活動主持人 給我的簡訊 他告訴我 我們駐外單位 確實在活動舉辦前幾天 有打電話去關心 打電話去關心 當然我替你們講話了 他關心的是 會有多少人 他要知道人數 他沒有要名單 他有要知道人數 我當時在回給他們的簡訊 他們說學生知道說 學生知道說 國內的報紙開始披露 說有監控的時候 這一些去參加活動的 將近800個人 都非常的緊張 我還在簡訊裡面 安慰對方這個主持人 John Huang 我還安慰John 我還跟他說 說請你安慰大家 說駐外單位掌握人數回報 是不得已 但是媒體如果講說 他們要監控 基本上有比較誇張 請他安撫一下我們的鄉親 所以不要在這裡 講說我們沒有接到報告啊 我們國外的駐外單位絕對不會啊 誠實地面對問題好不好 我要跟委員鄭重地說明 外交部沒有發過這樣的指示 那我也謝謝委員剛才所做的說明 當然我們也希望 而且外交部也絕對不會有任何監控學生的作為 我可以跟委員做這樣的保證 都已經是這個時代了啦 連人數都不應該問啦 但是事實上至少有在問大概多少人數啦 那他們為什麼要問這個人數 如果不是他們需要喪意 要來回報 我不曉得我們駐外單位 我覺得對我們所有的國人 我們要了解駐外單位所關心的學生 事實上他們都是我們的學生 或者是我們的台商 我覺得我們駐外人員 如果是一種善意的關心 我覺得應該是值得了解的 這個簡訊裡面說得很清楚 這種電話一般是不會打的 所以他們打這種電話是非常特殊的啦 如果有這樣的電話 委員你可以把相關的資訊給我 我可以願意做深入的了解 到底是誰打的電話 誰來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誰來做這樣的一個調查 非常鷹派的部長 我對於委員這樣的說法我不能同意 這種態度 這個我們外交部長如果是這種身段 我們的外交真的沒有說 我已經跟委員講得很清楚 外交部絕對沒有這樣的指示 接下來下一件事 我們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航空飛機到現在都還失蹤 我們有參與去救援 結果你知不知道 我們在第一階段 最後馬來西亞官方的文件上面 總共26個國家的名單沒有台灣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們跟馬來西亞方面 原來有建立一個聯繫的機制 後來在第一階段的救援工作告一段落之後 我們就請我們的軍艦就返韓 第一階段呢 3月14號 3月15號 他們的首相召開記者會 那個時候他感謝14個國家派出43艘船艦 那個時候14個國家的新聞稿 他寫14個國家 可是沒有名單 沒有名單 可是外交部呢 就告訴我說 15號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15號的這個記者會裡面 有感謝我國 然後把我們列入名單 你們告訴我有名單 可是我們去查 沒有名單 然後呢 資訊我可以提供給委員做參考 有名單 我已經全部都有了 全部最後感謝26個國家 這是在3月17號 26國完整的名單 馬來西亞交通部新聞稿 26國一一列舉的名單 沒有台灣 我們去查也沒有台灣 這個時候我回頭去韓 要求你們說明 說你們說有我們的名單 是在哪裡 然後你們3月24號回韓給我說 我說有3月15號的記者會 感謝14個國家 有包括我國 我就去查3月15號記者會的新聞稿 裡面14個國家 不只沒有我們 全部都沒有名單 14國沒有名單 所以我又去韓要求說 你說14國的時候有我們 那到底是哪來的 結果你們最後給我的 是什麼 是報紙報導有 好 現在出現問題了 報紙報導有台灣 可是官方完全沒有感謝台灣 為什麼 我們的外交都做到這種地步 連這種應該要跨越 這個外交上面的偏見的 都會出現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 而且喔 在這過程之中很好玩喔 本席就問說我們國內總指揮到底是誰 結果呢 國防部告訴我說 他們呢 是接受 國收中心的指揮 好 國收中心的指揮 海巡署也告訴我 是國收中心的指揮 然後國收中心的公文告訴我 說 這件事我們完全沒有接受指派任務 這個還查不出來說 這個事情到底最後是誰在主導 那麼 馬國新聞稿 最後呢 你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 馬國的首相的一個特使 有請我們吃飯 請我們吃飯 然後呢 是他請的 他請我們吃飯的 然後他是他的東亞特使 代表首相的東亞特使 張慶幸 3月16號 宴請我國 我們的大使去 你們說是他宴請的 可是呢 國防部告訴我說 是我們的大使邀請他的 是我們的大使邀請他的 那麼 最後我查出來呢 是這個東亞特使邀請亞洲所有國家一起的 所以你們對於這些事情 所有的公文 都呼嚨作假 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 這件事情到底你們的決策程序跟指揮程序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發生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當我們介入國家的區域安全相關的事件 如果這是一個劫機 一個區域安全的相關事件的時候 整個國家的國安機制的運作是什麼 本席非常關心 所以我一路就這樣追蹤 結果追蹤出來的公文 牛頭不對馬嘴 這個部分我可以再去做一個了解 我可以跟委員說明一下 張慶幸特使我也認識 因為他也到過台灣來訪問 他那一場是請所有亞洲的國家 如果他請個其他的國家 假如也有請我們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啊 沒有什麼不好 我現在要說的是你們的公文 你們的公文都亂起嗎 我說真的我沒有看到 這個是涉及什麼 涉及兩點 第一點 你們會不會隱瞞了 要把他為了面子講成說 只請了我們國家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可是你公文就這樣顯示 你可以給我這個公文的文後嗎 我可以去做了解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同一件事 國防部的公文的內容 會跟海巡署不一樣 跟外交部不一樣 跟消防署的國收中心不一樣 然後同樣一件內容 國防部會跟外交部不一樣 就全部同一件事情 你們的指揮體系 決策體系 資訊流通的體系是亂七八糟 我擔心的是這個啊 擔心的是這個啊 我覺得那個聯系的那個部分 如果是東亞特使的部分 當然是以外交部為準 關外交部回本席的文 你們第一個你們就說錯了 或做假 你們就說15號首相記者會的 十四國名單有我們 事實上我去查了嘛 15號首相記者會有十四國 我還是請委員告訴我 那個相關的文號 我可以來做進一步的了解 沒有問題 要等一下全部給你 全部給你 不要在這裡否認就以為沒有事 全部都是公文晚還的資料 這全部都是公文 我也希望能夠讓這個公文 能夠回復他原來的訊息 這個至少就我個人來講 我願意用一個負責任的態度來處理 我非常擔心 在這整件事情 最後26國的名單 最後感謝26國的名單 沒有台灣 沒有台灣 好 媒體說有台灣 吃飯的時候跟中國在一起 有台灣 可是 公開的 感謝的 正式文件 沒有台灣 台灣有沒有在這個指揮體系裡面 被當作中國的一部分 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去直接跟馬方有做必要的聯繫 問清楚 問清楚 為什麼26國最後感謝的名單裡面沒有台灣 當然這裡面當然有一個原因我也可以告訴你 因為馬來西亞跟我們並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它可能有一些政治上面的顧慮 但是我們的行動完全跟中國大陸沒有任何的關聯 像這種事情 你們就要以小做大 就要好好的去關心 好好的去爭取 我們有在爭取 去力爭 像波蘭這種文章的事情你們就不應該這樣做 你們全部都顛倒 全部都顛倒過來再做事 波蘭的事情我也跟委員做一個承諾 我們相關的資料在整理 我會送給您參考 即使是在國內的媒體 這個時代了 沒有任何人敢去叫任何一個媒體說來文照燈或更正啟示 即使是國內的媒體連請他來韓照燈跟更正啟示都不敢 都要包裝成媒體沒有錯 你竟然在國外你還這樣做 外交部還是一樣外交部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指示 我們住外單位所做的動作 你們的態度跟警政署完全一樣 下指令驅離的時候沒有要求柔性驅離 然後用霹靂小組出面 然後驅離的時候要求是強力清除 你這樣的一個說法太武斷了 我覺得這樣太武斷了 然後出事的時候就歸給警察個人要負責 所以你現在出事情的時候全部都歸給住外人員個人犯錯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要去發掘這個事情的真相 我們又請歐洲市的市長 特別跟駐波蘭代表做一個了解 最後一件事 五月份這個世衛要開年會了 世衛內部的公文以及世衛內部的作業程序 把台灣視為中國之一省仍未移除 本席去查過了還沒有移除 你們很無能到現在還沒解決 所以今年年會去的時候就這件事情要不要再抗議一次 我跟委員說明 內部的公文是內部我們會要求他更正 他能不能更正 這我們要做最大的努力 今年還要不要去開會的時候還要不要再要求一次 我只要求你去更正 但是我們衛生福利部部長去出席會議是接受世界衛生大會的邀請 對啦沒錯啦 就是Chinese Taipei 然後Chinese Taipei在它的內部的文件就說是中國的一省 然後Chinese Taipei只是會議期間這幾天相關文書使用的名字而已 內部文件的部分我們會持續的表示不滿 我都已經揭露給社會大眾知道了 我就是要求你今年去開會的時候再度抗議一次 我們會做適當的反應 但是我們的部長是接受世界衛生大會正式的邀請去出席 對啦就是以中國的一省Chinese Taipei邀請他啦 我們絕對不是中國的一省 也跟中國事實上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好就這幾句話再去跟世衛講一遍 沒問題 沒問題齁 你們會用什麼形式去抗議 用什麼形式 這一次會用什麼形式 這一次年會要再講 我們會請我們駐日內瓦的辦事處還是會跟 不對不對不對 在大會中叫邱文達要去處理啊 因為當時邱文達就是帶一封信去處理的啊 今年我要你們比照啦 內部的文件又有內部處理的方式 這個不是他對外的公文 這個是對外 邱文達當時就是對外在大會上提示這個公文啦 我要你今年再協調再做一次啦 我原那意見我會轉達給邱部長做一個參考 不行啊你外交部要指導這件事啦 你至少外交部要承諾要做 我會去轉達 要做嘛 今年照樣喔 我會去轉達 好 接著請習天才委員